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今天10月1号先给兄弟们拜个早年 祝兄弟们新年快乐 很多兄弟们很好奇 作为游戏主播究竟怎么挣钱 这一期视频全是干货 没有废话 今天大炮就给兄弟们揭秘一下 作为游戏主播的我 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一个20万游戏的一个粉丝账号 一年究竟能够挣多少 相信兄弟们很好奇 别划走 继续往后看 废话不多说 打开电脑之后还是老规矩 登陆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梦欢喜游 人人都玩 不玩才怪 开头还是老规矩 给兄弟们展示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号 买完这个号之后的话 也是一直在做游戏三单 所以说的话没有选择直播 这一次的话 雪山的一个比武称卫 咱们这边拿了一个版演 给兄弟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硬件 不过这个视频的话 不是给兄弟们展示梦幻西游号的 而是给兄弟们揭秘 作为游戏主播的我 究竟来抖音挣了多少钱 是不是兄弟们口中所说的 大炮买不起号 OK 给兄弟们看完硬件之后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散干货 相信很多粉丝都是看过我的解说视频 我来到头条 创作这个视频应该算是比较早的 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到 播放电话2000多万 然后的话收益的话 是有一个53万的一个收益 然后的话来头条的话 1500多天 1500多天的话前面是没有 中视频的那个计划 所以说严格来讲的话 这个收益的话 应该也就是在一年半的样子 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益 抖音的这个中视频计划的话 是每天一结算 按你单日的一个播放链 跟历史的一个播放链 然后来有一个结算金额 这个的话 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收入之一 有的时候一边给兄弟们解说 自己比较喜爱的梦幻COPK 一边的话 有一部分的一个收益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实话实说 如果兄弟们自己想 做这个翻面的这个视频的话 短视频博主的话 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 这个东西的话 韩色的面特别管 可能兄弟们自己从事的 行业比较专业 也不仅限于游戏直播 你现在现实里面的旅游 文旅 各种各类的 只要你能够发视频 只要你能够有特色 就我从来都没想过 我说话结结巴巴的 发个视频 居然能够赚50多万的一个收益 兄弟们 你们自己做视频的话 应该不会比我差吧 然后给兄弟们揭秘一下我的另一项收入 也就是兄弟们口中经常所说的 抖音小风车 抖音小手柄 作为一个在抖音直播的一个 游戏意推广主播的话 究竟能够挣多少呢 没有废话 全是干货 咱们直接摆数据 我在抖音这边的话 因为我不算什么大主播 接了500多单 总收益的话 税前的话是130多万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还有2万的话提不出来 为什么提不出来呢 因为咱们是个人主播 没有签任何的一个平台 没有签平台的话 一年提现的话 应该就是大几十万 提到大几十万之后的话 就提不了了 所以说的话 对于我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自由 就是说没有合同的一个束缚 就是显播就播 有三单咱们就接 没有三单的话 咱们就不接 提现的话 今年提不了 明年对吧 12月份咱们再提也无所谓 如果兄弟们视频看到这边的话 你们对游戏直播 或者是视频博主 比较感兴趣的 一定要往后面看 我给兄弟们分享的 全部都是干货 其实现在抖音 做一个游戏推广 类型的主播 其实也是特别简单 只需要对接好游戏产家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善家 善家给你下好单之后 你只要打开电脑端的直播伴侣 然后的话 点我们的一个星图任务 板定完星图任务之后的话 就可以正常直播了 直播完之后的话 善家给你结算之后的话 就能够有 所以 非常简单 而且我跟兄弟们讲啊 就兄弟们平常自己喜欢玩游戏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 做一下主播 现在做主播的门槛真的很低 而且抖音这边的话 流量的话也是非常大 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直播 比如说现在兄弟们看到的传奇 单年传奇一天播四个小时 7200块钱 你敢信吗 抖音游戏板块的这个缺口啊 也是特别大 比如说仙霞呀 传奇呀 各种回合制啊 各种摸把类的游戏啊 都可以直播推广 只要你能够找得到 给你下单的游戏三家就可以了 如果兄弟们真的 想做这一行 想尝试的话 这个是没有成本的 成本的就是你的时间成本 找不到三家的话 可以联系我 因为我播了这么久了 就是认识的三家真的很多 不管是传奇板块 各种板块的游戏产三都有 但是作为专业主播的 我们来讲 我们不挑产家 我们只挑价格 说句心里话 游戏好不好玩并不重要 三家给的多就行了 那么有兄弟们会问啊 要怎么样才能拿得到 三家的一个三单呢 第一点 那你得有一个 能够让你接触到 三家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某某的一个游戏公司 要推广一款游戏 一般来说的话 都会有几十个名额 然后呢 游戏产家的话 会把游戏的一个攻略文本 发给你之后 你玩个几天 这个就得看兄弟们 对游戏的一个理解 然后的话 录一份10到15分钟的一个录屏 发给游戏产家 游戏产家确认之后 觉得你非常的OK 那就直接会给你下单 我跟兄弟们讲 做这个游戏推广的主播 你们能够付出的成本 只有时间成本 比如说 你试玩游戏的一个时间成本 给产家录屏的一个时间成本 其他的地方 完全是不需要付费 只要产家那边 能够通过你的这个录屏 那就没有问题 不存在的话 要付费 所以说的话 兄弟们千万不要相信 一些博主啊 就是给兄弟们对接产家 要求你们付费 付费的话 那百分之百都是骗子 那只要你的那个录屏足够的好 那产家巴不得让你直播 一般对接游戏产家 第一次直播的话 周期的话 也就是三天到一个星期 游戏产家那边的话 会根据你的一个直播状态 然后的话 会根据你的一个话术 会根据你后台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下载链啊 充值链怎么样 再考虑 要不要长期跟你许单 作为游戏主播的一个 薪资的一个构成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现在比较主流的两个薪资的一个 结算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的话 就是按你的直播市场 抖音这边的话 游戏产家 一般是按小时来付费 一般来讲的话 新主播的话 薪资在一百到两百块钱 一个小时 那高的话 你比如说某宝宝啊 那直播间几十万人啊 那个薪资的话 那就是散布封顶了 这个是第一个 很简单 只要直播 时长够就行了 二个薪资的一个构成的话 就是一个 CPS CPS 其实很好理解 CPS的话 就是你的一个 充值分层 就是玩家充的多 你就拿的多 一般做这种 拿分层的主播的话 要么就是特别大的主播 要么就是特别小的主播 因为特别小的主播 为什么做这个呢 因为游戏产家的话 想节约成本 不想给你保底工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游戏主播 做得特别大 他不满足语 我只拿一个小时 多少多少 那我要给你提股份 就是我要 所谓的要分层 这两种薪资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抖音所有的 游戏推广主播的 一个结算方法 兄弟们 如果说看完视频之后的话 觉得自己的游戏天赋 还可以 想做游戏主播 想做视频主播 又找不到赛家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 可以给兄弟们 对接赛家 教书你们 怎么直播旗号啊 怎么验发视频 流量比较多啊 但是我跟兄弟们说呀 当你玩游戏的兴趣 爱好变成工作之后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天的直播时长 最少是三到六个小时 而且数据不好的话 赛家爸爸还得屌你 如果兄弟们 有什么地方不懂的话 都可以问我 不多说了 我要做运动了 视频最后 给兄弟们预告一下 可能再过半个月 或者是一个月 咱们就要开启 梦幻西游的一个直播了 视频的最后 在评论区 给兄弟们抽一张 梦幻西游年卡 兄弟们评论吧 润幻西游年卡 正确的